据国家安全部消息 SDK是英文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的缩写 即软件开发工具包 它的类型多种多样 如果把开发一个软件系统 理作盖一所三室一厅的房子 那么不同的SDK就是这套房子的 客厅 卧室 卫生间 厨房等功能模块 盖好这套房子 我们只需要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 选择这个功能模块拼装即可 而不再需要从砌砖垒墙做起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 境外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人员 正在通过SDK搜集我用户数据和个人信息 给我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风险隐患 有些SDK会收集与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或强制申请非必要的使用权限 一些境外SDK服务商 通过向开发者提供免费服务 甚至向开发者付费等方式来获取数据 境外情报机构将SDK作为搜集数据的重要渠道 美国特种座战司令部曾向美国SDK服务商 Anomaly 6 购置了商业窑测数据员的访问服务 而该服务商曾自称 将SDK软件植入全球超过500款应用中 可以监控全球大约30亿部手机的未知信息 2022年4月 有关媒体曝光巴拿马一家公司 通过向世界各地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付费的方式 将其SDK代码整合到应用程序中 秘密地从数百万台移动设备上收集数据 而该公司誉为美国情报机构 提供网络情报搜集等服务的国防承包商关系密切 据国内权威机构掌握 截至2022年12月 我国十万个头部应用中 共检测出2.3万余地样本 使用境外SDK 使用境外SDK应用的境内终端 约有3.8亿台 应用程序开发企业和个人用户 消除SDK背后的数据风险方式如下